我已經是預約了機票和酒店 準備今個月尾就會回香港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鈴 終於這次真的不騙大家了 我真的要回香港了 我已經預約了機票和酒店 準備今個月尾就會回香港 趕了回香港很久很久 其實我真的足足有一年多沒有回香港 我對上一次回香港是上年的農曆新年 是我人生最長最長的一次沒有回香港 我想以前如果住在韓國這麼近香港的地方 很多香港人過來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回香港 可能回香港一個星期 或者是一個週末回香港 在COVID之前的生活 大家都是不斷不斷地飛行的 但是COVID之後真的沒試過隔了這麼久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有說過 其實我一月那時候有想過回香港 那時候還是14天隔離 但是我轉過頭 已經變了21天隔離 因為很多人都說 不是已經變回14天了 絕對不是 我想除了某些指定的國家之外 其實韓國也一直是要21天隔離 因為那時候沒有回來 就因為我要拍一個節目 現在拍完一個節目 還有做了簽證 總算在韓國要做的事情都已經結束了 這次回香港主要有幾大原因 因為我們店隔離都要搬舖 你說是不是我一定要回去 飛回去不可 其實又可以不是的 因為我可以partner幫我去找舖 然後可以去裝修 但是始終我覺得第一 這是一個責任 第二就是其實我看到 有這麼多人都這麼勇敢 去go through這個21天的隔離 我就覺得自己為什麼不可以勇敢一點 因為雖然21天隔離真的很辛苦 這件事我已經想像過很多次了 我是心理準備了無數次了 大家都不需要再嚇我 說21天是多麼辛苦 我已經想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看到有這麼多人 都這麼有勇氣回去21天 我就覺得為什麼自己不可以呢 不可以給這麼多藉口自己 因為我自己最害怕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去插鼻 但是有一件好消息的就是 原來現在在韓國回香港 首先你第一次 原來不用飛之前 去插鼻一次的 飛了之後回到香港才做一些檢查 但是如果在香港飛回來韓國的話 香港那邊就要先做了 要準備什麼文件那些 可能我下一次真的飛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還有倒數14天 我就要回香港了 今天主要講一下我的心路歷程 跟很多人說了 我都很想回香港 想回香港說了很久了 沒有這個勇氣去做 就是因為經歷很多 都挺辛苦困難或者是麻煩的路程 你不是就這樣坐飛機回去就搞定了 你又要去隔離等等的東西 然後預訂酒店 因為現在是強制酒店隔離的 找酒店的時候 其實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去搜尋的了 其實我一月的時候搜尋過一輪了 我大概已經心目中知道那些酒店是OK的了 但是這次選了一個酒店很神奇的 是完全我一月的時候沒有搜尋過的 因為它是第三輪防疫的時候才加入的一個酒店 雖然很害怕 但是一方面其實都很期待回香港的 一來很多朋友 家人都沒有見到一年 阿巢都在香港 如果我在香港拍Vlog的話 應該大家都會不斷見到他 我們說要重拾以前在合井的時光妖 就是他在合井那邊上班 我經常都會去那邊咖啡店和他拍一天 其實這段時間我知道出少了很多影片 現在又多一個藉口出少一些影片 因為我打算真的把所有影片 去到我隔離的時候 密集地剪 密集地出 那很多人 第二個問題一定會問我 究竟你什麼時候會回來 其實這個問題我真的答不了大家 因為我隔離也隔離了21天這麼久 我沒理由這麼快離開 還沒 exactly決定 因為韓國也不是說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 我要馬上回來做的 如果是的話我都會早點回來 但是到時候看看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看看阿巢回來沒有 阿巢回來就一起回來 我現在最後在韓國的小時光 今天會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要去幫我哥的一個朋友 去Pick up一個名牌袋 一個Hermes的袋 雖然不是我買 但是我沒試過接觸一個超過10萬元的袋 對了 我記得還有一件事 就是最要說就是我的眉 為什麼我覺得Q眉失敗呢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那個人的手勢實在太 不好 我現在用的音遮住了這條眉 大家也不太覺得 其實兩個月 自隔了兩個多月之後 我的眉是這樣的 一邊淺色一邊深色 但是這個也不是重點 為什麼會一邊淺色一邊深色呢 其實是因為沒有做retouch 而我上兩次飄眉的經驗 頭一個星期最深色 之後其實都很快會變得很淺色 沒有深色那麼久 但是他這一次我做完之後 真的覺得非常不妙 就是因為真的深色了 頭兩三個星期 至少我自己都覺得是很深色的 到了後來 因為其實他本身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已經說 做完之後他已經跟我說 你要回來retouch的了 他retouch是不用淺的 因為其實他可能在他那間工作做的話 就是每個客人都一定要retouch 有哪些深色 哪些有洞 是要再補色的 但是我已經是不想他再變深色的情況下 所以其實本身我已經問他 為什麼我的眉會這麼深色的 我簡直是問他有沒有得洗的 但是他就說沒有得洗的 已經完成了的狀態下 其實只可以用一些很暴力的方法去清走他 就是好像你紋完身之後 要用Laser去清走他的情況 是會很紅很痛的 他說叫我怎樣都回去看一下 究竟是多深色 我回去看 打算看他有什麼方法可以幫我補救到 但是其實是沒有的 他看完之後就問我 你真的好深色嗎 然後他覺得這個是正常的 一直都很硬硬 而那個人又不可以幫我做到任何事情 我上網找了很多資料 其實洗味會很痛很紅 好像辣傷了這兩邊的感覺 也是一個很粗暴的方法去對待皮膚 我也很害怕 我就去了一次皮膚科體 最後就決定剪了這個陰 又是我了 經過了聖誕節之後 我又來這間皮膚科 為什麼呢 這次就不是我皮膚有什麼問題 是因為 唉 我的眉實在太令我太令我在意 顏色實在太深了 他的眉頭完全是沒有漸變 令我覺得他是做得非常之不好 跟我的樣子現在是非常之不合 所以今天我就來這個醫院跟他聊一下 究竟我應該怎樣處理 他就跟我說 如果他一次過 就用超高的能力去幫我清 其實是 真的需要很久試一下 膚褲啦 又會紅啦 又會很痛那些 所以他今天就說 可以試一下 用一個比較小的能力去幫我製造 全面都要剪掉嗎 對 這裡都要剪掉嗎 對 我去洗澡了 但你感覺什麼 我的幸福 我現在就是完成了Laser之後的情況了 暫時呢 其實就不見得很紅 不過待會應該都會紅一點點的 他已經盡量用一個 最弱的能力去製造 所以其實呢 效果一定不會是一次過幫你清除完的 他叫我觀察多一個月之後 就是如果想再製造多一點的話 一個月之後就再來做Laser 因為其實他也怕我會痛 而且怕我會很紅 其實我也很怕 因為剛才他說塗完麻醉也會痛 但誰知道其實他做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引導的 因為其實原來我以為他會很快 這樣做 我就會以為很痛 但他其實是很慢的 一下子 感覺上不是他想像中那麼痛 嗨!來到第二天 昨天做完Laser之後 其實我本來打算是馬上去剪的 但因為那間Salon 他就休息了 所以就決定今天去 但其實我剪之前 我昨天真的苦惱了一天 我好不好剪我的流海呢 我真的很辛苦 留得很久 我才留到這麼長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頭髮是長得很慢 那我一直在找我以前有齊音的照片 但我這次剪的又不是 像我以前那樣想剪的空氣流海 我想剪一種叫Azerbang 一種很厚的流海 很想找我哪些有音的樣子可以去參考 唉!所以我還是決定今天去剪的音 我真的很不捨得 因為我真的留很久才留到的 大家就要跟我告別一下我這個長流海了 唉!好緊張啊 我還打算剪之前 我要跟這個混真年去聊一聊 就是告訴他我有多擔心 你真的不要剪我的頭髮 哈哈哈哈 我這一身就靠你 我的幸福就靠你了 大家記不記得這裡 就是之前有金毛尋梅犬那間Salon 咦? 之前我去了 我始終都是交給 給比較信任的髮型師去弄我的頭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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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快點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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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緊張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我現在的重大決定就完成了 剪回我的音 他說其實不可以太厚 他說太厚會很難長 不過我剪了這個 雖然是有一點洞 但已經比我以前厚很多的 叫做一字的瀏海 其實我幻想 我剪出來希望是日系的感覺 他也是剪到這個 因為我覺得下面的頭髮 都要剪齊一點 令他重一點 看起來我直頭髮的時候 都可以走一些型格的感覺 他說我的瀏海 其實是不要夾它會好一點 不要像以前那些 會很有空氣感這樣弄出來的 現在已經是不流行的 這個瀏海是不用夾的 我想我會用風筒輕輕吹一下 不要太貼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這樣了 完成了 現在看我的眉應該正常了很多 淺色了很多 但是我為什麼會這麼深色呢 他自己的眉明明很自然 為什麼我的眉會這麼深色呢 他說他用的方法不一樣 他說如果我用那個方法的 我第一個星期一定會說 為什麼會這麼深色 會更厲害過現在 但是他的方法就是 做完好深色一個星期之後 會真的變淺很多 我心想我當然要那種 我當然要寧願是長痛不如短痛 然後一個星期更深色之後 變回正常了 可能我臨飛回香港之前 我再去多一次皮膚科做多一次Laser 就用陰去遮住它 現在我第一次給錢是失敗的 我除了給那些保證金之外 我沒有試過滾那麼多錢 銀行就不斷發訊息來 就說超過了那一刻 過了十分鐘之後 銀行職員馬上打給我 那時候我完全是有一種 去了Pent House 上流世界生活的感覺 真的好像見到很多Soul Yangtze 還有Roggan Lee 我們先要順他 很詳細 也請到一邊 在這裡 寧可 會